哈囉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來到了Pokemon GO 那Pokemon GO這一次睽違已久 終於迎來我們的單手龍的一個社群日 那當然是不能錯過這個時間對不對 它時間的話是6月25號的早上11點到下午的2點 那我們一定要給它抓好抓滿 那在這次的社群日呢 其實在野外就會很高紀律可以遇到異色的一個單手龍 尤其是你進化成三手二龍的話呢 可以學到一個特殊社群日招式 那同時呢你的這個薰香 OK還有其他的一些XL糖果呢 其實在這次的社群日呢 都會得到一個加成的效果 所以當然是不能錯過啦 那在這次大概是將近中午的12點鐘呢 100IV的雙手二龍出現了 那我們當然要馬上趕過去把它抓起來 那到現場呢可以看到其實人非常的多喔 讓我可以想到之前喔 那時候Pokemon GO剛出來的時候呢 其實也是像這樣的一個光景喔 那時候大家為了追一隻快龍對不對 可能還會為了跑到北投對不對 北投那邊然後呢 只要有欸那邊有迷雨龍要出來了 大家就一路窩蜂的衝過去喔 那這次的單手龍呢 其實在抓的人也是非常的多 有騎摩托車過來的喔 甚至開車過來的喔 其實都有喔非常非常的多 讓我想到昔日的一個光景喔 那希望我們這個Pokemon GO 可以回到之前的一個往日習慣 好那我們看到這個100IV的這個雙手二龍喔 一定要為他吃一個金色莓果喔 丟高級球給他 好這次沒有丟到Excellent throw OK 不過沒關係喔 我們希望可以把他抓起來 沒問題喔 把他抓起來了 那我們確認一下是不是呢 跟我們的抱寶貝一樣喔 是100IV OK 好 那我們算是順利的從這一次的這個活動喔 算是半個畢業啦 那在這一次的活動呢 其實我也是抓了大概是從11點喔 到下午的1點半左右 大概是兩個多小時喔 總共抓到了94隻的單手龍喔 那其實雙手龍呢其實也非常的多喔 雙手暴龍的話我大概是抓了75隻 OK所以這樣加起來的話是169隻的一個寶可夢喔 那同時我的單手龍的畢射呢 也有不錯的一個收穫喔 大概抓到了5隻 那以上大概是今天的一個社群日收穫 那不知道大家社群日收穫是怎麼樣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我們一起來分享分享喔 那最後當然就是要把我們的雙手暴龍 進化成三手二龍喔 來學習他的社群日招式喔 那如果你也喜歡這個系列喔 希望之後我繼續拍更多相關Pokemon GO的影片的話 都歡迎在底下的留言跟我說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大家掰掰